接下来今天的医疗专题报道带您一起来了解猛爆性肝炎 猛爆性肝炎是指在短时间内肝脏机能丧失的急症 而成因与肝炎病毒感染或药物、毒物、代谢异常都有关联 猛爆性肝炎就是一般讲的猛爆性 就是它的短期间就很快速的肝脏的衰竭 我们常见讲用四个礼拜来定义 一般四个礼拜内所谓的猛爆性肝炎 那只要四个礼拜到三个月 我们就是雅极性的猛爆性肝炎 那比较三个月上就是慢性的肝炎 那一般猛爆性肝炎它的定义 在医学上有两个就是猛爆性肝炎定义 就是肝炎在四个礼拜里面合并病人有肝脑昏迷 肝脑昏迷因为肝脏的受损 造成阿摩尼亚的排泄有问题 造成脑部的昏迷 第二个就是它因为肝脏要制造 灵血因子的功能的丧失 造成病人有初学的倾向 这两个是定义猛爆性肝炎的部分 那还有一种叫多重器官的衰竭 因为肝脏我们一个器官都会互相有牵扯 当肝脏有问题的时候 其他肾脏心脏呼吸道都有可能会合并衰竭 这几个就是在临床上的这个常见的症状 那这样我们怎么去治疗这个猛爆性肝炎呢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肝脑病变的病人 刚讲四期在第一期跟第二期 他死亡率会达到三分之一 那第三跟第四期 他的死亡率会达到五分之四 等于80%的病人都有可能会有这个死亡的这个现象 说它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肝脏 比较严重的这个病变 在内科治疗方面 仍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 让肝细胞自行再生和修复 目前医药界也正努力地对此急症 发展更好的治疗方式 法杰新闻吴永曲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